国务院总理李强16号在南宁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 李强表示 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阮夫仲总书记引领下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方院同岳方一道 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加强高层引领 体现相互支持 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扩大贸易人文往来 推动中越关系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 一道反对强权政治 范明正表示 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越最早建立 最高水平 最受重视的对外关系 不断深化越中关系 是越对外关系的客观要求 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 越方支持中国发展强大 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 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